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安徽皇山封景區山頂的廁所 餐廳擠滿了過夜的遊客 網友說 純熟找苦來吃 中國十一期間放長假 大批民眾出遊 大陸各地風景區被擠爆 下面這位網友講述了 他在皇山又玩時 人擠人的體驗 皇山 人山人海 這個應該是十一期間最熱鬧的旅行 人頭湧擠 肩膊搭肩 簡直是大型的人類遷志現場 想拍一張美麗風景照 都要先排隊 然後祈禱不要讓路人搭葉丙丁搶鏡頭 想找個地方休息才搶位 然後祈禱不要讓旁邊的大爺大媽的旅遊廣播 吵醒 想體驗雲海奇觀 先問問自己 你確定能夠擠入搬景台嗎? 想吃一頓熱的飯 先問一下自己 你確定能夠在排隊大軍中堅持到最後嗎? 這個才是真正的皇山十八彎 十八彎變十八變 彎的不止是爐 還有你的耐力和體力 不過人山人海也是自有樂趣的 聽著各地方研交職 看著大家面上洋溢的興奮 這個何嘗不是一種特別的風景呢? 旺山風景區人流量很大 由於很多酒店沒有房可訂 不少遊客選擇在廁所、餐廳等地方休息 在相關的評論區 有很多網友表示不解 朋友可以住青年旅館或者搭帳篷 而不是睡在廁所 酒店都沒有訂 為什麼還要去旅遊呢? 工作人員表示 警區不建議睡在廁所裏 旺山風景區是沒有夜遊的 有營業時間的 當這五一假期時 曾經有網友發佈 旺山有大量遊客 在廁所過夜的影片 影片中顯示 很多人在廁所裏過夜 有人蓋著章章 有人穿著單衣 坐在地上 現場還有語音提醒 如果你執意夜宿 請你遵守公共秩序 不要影響他人正常上廁所 假期期間的旅遊景點 一般都是人滿為患 江西常耀有一個叫三清山的國家級景點 也是一樣 三清山有三座山峰 類似三位神仙 坐在山頂上 俯視全景 最高的一座山峰 足足一千八百多米 這裡不單是海拔高 有些地段非常陡峭 短短五公里的路 海拔相差一千六百多米 10月3日 由於遊客太多 上萬名遊客被困在原地 長達好幾個小時 當時的溫度只有十四度 為了方便爬山 有些遊客穿著短袖和短褲 有些遊客高叫、退票 大家認為警區為了牟利賣的票太多了 警區已經容納不了這麼多遊客 應該限制客流量 我們來看看當時發生了什麼情況 假期第三天 不少遊客前往三清山 想要看看這座道教名山的秀麗風景 然而讓他們沒想到的就是 落山時卻遭遇了 索度纜車擁汰的尷尬局面 幾萬人擠在一起 原地不動地等了好幾個小時 冷風吹到騰騰鎮 一位遊客在社交媒體上發文吐槽 從遊客發布的影片中可以看到 天色已經黑了 遊客在一起 場面十分混亂 根據這位遊客介紹 當時的氣溫只有十四度 很多人穿著短袖短衣 凍到騰騰鎮 另一位遊客就詳細描述自己排隊的經歷 早上八點十分 等區間車就等了一小時 然後拿號排隊 十二點才坐上索度纜車上山 本來以為下山會順利一些 沒想到的是 下午兩點四十分就開始排隊坐索度 一直到六點才下山 只是排隊就花了八個小時 真是太崩潰了 不單止這樣 現場還有遊客高叫 退票 退票 表達不滿的情緒 一位遊客在影片中說 絕景在三清山是這樣的 幾萬人上不去 下不去 真是太讓人失望了 去看山的遊客很多 去看水的遊客也不少 在山東濟南 有被譽為天下第一泉的炮特泉 以清澈見底的泉水和獨特的自然風景 吸引了眾多的遊客 在放假期間 炮特泉也被擠爆了 有些遊客幽默地說到 今天炮特泉的人比魚更多 不少遊客表示 為了能夠在炮特泉短暫留影拍照紀念 他們不得不忍受長時間的排隊等候 有遊客調刊說 看泉兩分鐘 排隊兩小時 這個炮特泉感覺就要被襲擊一樣 全部人都湧進去 擠不進去 我這個後面就是炮特泉 一方面很多旅遊公司和警區推出了優惠的政策 比如門票打折 和大明湖兩個警區 一共吸引了超過16.63萬名遊客 前來遊覽 場面異常火爆 大陸經濟形勢不好 工作不好找 大家收入減少 但是為什麼到了節假日 各地的旅遊景點這麼異常火爆呢? 一方面 很多旅遊公司和警區推出了優惠的政策 比如門票打折 低價旅遊團等等 這個使得旅遊變得更加經濟實惠 吸引了更多遊客 另外 現在窮遊的人也越來越多 很多人到另一個城市遊玩 晚上搭和鋪火車那一夜 第二天白天直接玩 就省了住宿費 如果實在需要住宿的話 就多叫幾個人 大家擠一擠平攤一下 網友薄傑出來自駕遊有兩年了 他說他在旅遊的主要花費 在四個方面 食、住、行 還有警區的門票 他說自己窮遊一個月要花兩千兩百元 我們來看看他的影片 我一路上很少很少入警區 警區的門票一個月不會超過一百元 第二就是住 住的話大家都知道 我一般都睡在車裏 窮遊基本上都是改裝自己的小床車 或者是房車出來旅遊 基本上都在車裏睡 如果需要洗澡的話 差不多半個月才住一次賓館 都是那些比較便宜的賓館 一天幾十元 或者是住那些青年旅舍 青年旅舍更加便宜一些 大概一個晚上30到40元 裡面都是每個房間住 四個或者六個人 就像大學的宿舍一樣 沒有獨立的衛生家 但是環境還是可以 住在裡面的人 要麼就是開車旅遊的 要麼就是徒步旅遊的 都是年輕人 而且氣氛還是不錯 住的話我一個月住兩次賓館 大概是花150元 也可以忽略不計 接下來就是吃和走 走的話主要是加油 出來自加油的人 大部分都是走角度 很少走高速 因為走高速的話 也沒有什麼風景可以看到 只能夠趕路 我們又不是趕時間 幾乎全程走角度 走角度你可以經過一些村鎮 可以買一些補給 可以了解當地的人民 反正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也特別有意思 加油的費用 主要看你的車耗不耗油 你每個月跑的公里數多不多 我的車是一公里四毫子 剛開始出門的時候 每天跑幾百公里 跑得比較多 但是一到一個目的地 到了一個環境好的地方 就像這個地方 我會在這裡住三天 一公里都沒有開 我出來了四個月 差不多跑了一萬公里 平均一天不到一百公里 一個月的油費 大概一千元左右 一千元應該夠的了 最後一項就是吃 其實我沒有天天自己煮來吃 因為一個人吃飯 也都不是特別方便 比如在當地 到雲南或者四川 還是喜歡吃當地的一些小食 比自己煮飯更加方便 更加好吃 網上有各種遊玩的攻略 介紹如何省錢 比如週末兩天 跑完十幾個風景區 吃片幾十種美食 下面這位網友介紹了一下 如果只有一天時間 是怎樣打卡厄味山上的景點 如果你是第一次去厄味山 想看下舉世文明的金頂 那你一定要收藏好我這份 省時、省心、省力的 厄味山一日遊攻略 對你一定有幫助 早上坐高鐵到厄味山站 出站就有直達雷洞瓶的大巴車 全程兩個小時 往返九十元 自駕車可以將車停在 零公里停車場 再花四十元坐景區大巴 到達雷洞瓶厄味山景點 門票一百六十元 下車之後 步行一公里到達了接引電 到達了接引電之後 可以選擇行路上山 或者是坐索道藍車上山 行路需要花費兩到三個小時 全程六公里 索道上山六十五元 落車五十五元 建議體驗一下 俄味山能夠容納一百人的索道藍車 人多到簡直就像 晚上高峰時段的地鐵 人多到簡直就像 南車上的景色還是值得一看的 下了索道之後 步行五分鐘就能到達金頂 可以在這裡燒香禮佛為家人祈禱 這裡也能看到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十方普賢菩薩 在陽光的照耀之下金光閃閃 散發著佛光很震撼 視於能否看到金頂天氣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在晴天或者是轉程多運的天氣來遊玩 如果不是你看到的全部都是霧 離了也都等於百離 遊覽一段時間之後 就可以沿路下山了 為什麼機票越來越便宜呢 是因為航空公司要收回成本 要知道不是每個航班都能夠坐滿 但是每一次起飛都要耗費成本 所以往往越是臨近出發時間 有些航班反而越來越便宜 這個是因為航空公司 將這些座位打包分給第三方平台 用低價來吸引用戶 下面這位網友介紹了 怎樣才買到便宜的機票 他說買票的時間很重要 現在還怎麼會有人以原價買機票呢 今年我去了這些城市 飛了這些航線 我拿遲之後雖然說時間自由了 但是花錢也不能像流水一樣那樣花 所以為了買便宜的機票 我真的花了不少功夫 現在這些經驗也很有用 人家花一千多元買的機票 我坐在邊上只要花兩百元 而且每次的座位都跟商務窗一樣寬鬆 我剛剛下飛機 就趕著來和你們分享一下 買票的時間最好在周二三點之後 或者是周三晚上十二點之後 或者是周日晚上八點之前十點之後 在這些時間段買的機票價格 普遍會便宜四五百元 甚至還能夠買到以前買不到的票 千萬不要在周五晚上買票 星期五晚上的票價要翻倍 旺季的機票一直在漲價 尤其是一些熱門的航線 所以在旺季基本上就是早買早享受 平時時間提前一週訂就可以了 直接飛行時間大約三個小時 是前一個月買票 非兩個小時之內 是前一週到十五日買票最划算 10月2日 一封署名為《任志強的女兒》的公開信 開始在中共防火牆城內廣泛流傳 在信中 任志強的女兒任森義對習近平寫說 我的父親在入獄之前 就已經被診斷出患有嚴重的前列腺疾病 急需手術治療 自入獄以來 他一直未能得到手術和有效的治療 病情不斷惡化 我懇請你基於人道主義原則 允許我的父親保外就醫給出國治療 讓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光當中 能夠和家人團聚 得到應有的治療和照顧 任森義表示 自己的哥哥也因為父親的案件被牽連 遭到重判9年 疾病和判決令到他的家基金破碎 隨後 中國地產商潘世耳的妻子張恩 也在海外X平台轉載了公開信 他說 擔心任志強的病情 新聞調查也在X平台上指出 張恩海外喊話 擔心任志強的病情 暗示支持他的保外就醫 潘世耳夫妻算是有情有義 報以前任志強的提攜之恩 希望海外有更多名人能夠站出來 支持敢說真話的任大豹 10月6日 全名南洋輝叔Uncle3的X平台用戶 發明公佈了一張北京市公安局 一期為10月3日的闢謠公告圖片 稱任志強的一仔一女都在獄中服刑 他的女兒任心意刑期到2032年3月14日 南洋輝叔寫道 謠言逼出了真相 任志強的兒子和女兒究竟犯了什麼罪 據報導 任志強人稱任大豹 也是中共的太子黨 他曾經多次直言不諱 評擊中共相關政策 2016年2月19日 任志強因為批評中共官媒姓黨事件 做到文革式的圍攻 同年5月他被留黨查看一年處分 2020年3月 在網上傳開的一篇儲民文章當中 任志強不點名地批評習近平戀權 是脫光衣仍堅持要做皇帝的小丑 並且嚴厲評擊中共當局防疫不足 隱瞞真相 都知全球疫情大爆發 無奈之後 他就被北京第二中級法院 以涉嫌貪污、受賄、 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等罪名 判重刑18年 任志強的兒子也因為該案受到牽連 被判出有期徒刑9年 而他的紅二代背景 和曾經的政治靠山王岐山都無際於事 時政評論員秦鵬 在秦鵬觀察的節目中表示 中共從來都不講法律 也不講人情 判他18年就沒有打算被他活著出禮 這是極其殘忍和無人性的做法 流亡美國的前中國民營企業主 光傳媒創辦人王安娜 對美國之音表示 在中國 只要你想從事任何推動國家進步和民主的活動 都會帶來慘痛的巨大的代價 據海外媒體報道 中共中央政府最近加大了金融 包括證券銀行系統的反腐力度 據不完全統計 今年至少已經有67名金融業高官被查 證券業權貴也紛紛落馬 另外近日北京當局連續兩天發佈刺激經濟救市方案 被外界看作為自身疫情大流行以來最全面的緊急救市措施 有暗媒提出質疑 為何中共高層突然轉變立場 對此 旅居美洲的著名法學家 時常披露中共高層動向內幕的原行兵教授 向向中國表示 現在正是如火如途展開的中共金融銀行系統的大清洗、大整肅 既是習近平靠收繳權力鬥爭、異己官員的財富 充實他的秘密軍費和維穩費用政策的繼續深化 也是習近平對中共太子黨實施報復式反擊的一個重大戰役 一個時期以來 中共太子黨家族劉元、鄧博方、陳元等人 借助習家軍的重要成員 兩任國防部長李尚福和魏鳳和 以及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 中共軍工體系大批高半的政治不忠誠和腐敗大案 以及指控習的頭號馬匹精蔡奇是文化大革命餘孽等等 發起了一次對習近平的政治挑戰 在經濟發展趨向日益萎縮、民生吊斃的背景下 中共太子黨的這次政治挑戰令到習近平陷入極大的政治被動當中 迫使習近平沒辦法不在鄧小平125週年誕誕的紀念會上 完全違背他執政10年的去凍化國策 違心地高調吹捧鄧小平 來應對太子黨這次的政治挑戰所造成的危機 這次習近平親自領導、親自部署的中共金融銀行系統的大整肅 就是習近平對中共太子黨的一次報復之戰 袁雄斌進一步表示 中共的金融銀行系統一直都是中共太子黨最掩財富的禁地 習近平當局為了推行國進民退的政策 曾經對衝動中共高官白手套的民營金融企業進行過打擊 整肅了朱月蕭建華一類的民營金融家 不過中共太子黨家族對中共金融系統和銀行系統的壟斷性管理 並沒有真正的動言過 習近平也一直借助尊重太子黨家族對金融銀行系統的壟斷 來換取太子黨家族對他個人絕對獨裁體制的容忍 但是這一次 習近平對金融系統展開全面清洗、整肅 意味著習近平的個人獨裁政治 和中共太子黨家族勢力的一次重大政治決鬥 這樣無論決鬥的結果是怎樣 都將領導習近平陷入政治大危機之中 據袁紅兵披露 十幾年前 習近平之所以能取代李克強成為中共的儲君 並最終成為中共最高的領導人 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他在當時取得了中共太子黨家族的全力支持 中共的元老陳雲曾經說過 權力都是掌握在我們自己的子弟手中比較放心 陳雲一言說出了當時太子黨的心聲 在中共太子黨的政治視野中 李克強一類團派 不過是太監勞僕一類的存在 政治上不值得信任 所以 正在太子黨的鼎力推舉之下 習近平才成功取代李克強 當然 習近平之所以能夠得到太子黨的擁大 並不在於他的智商和實際能力 而是在於他那個看似人畜無害的餘坑 中共太子黨的各大家族原本指望 以習近平作為傀儡 由中共太子黨各大家族 共享中共專制政治的經濟和文化紅利 但是權力的誘惑 竟然能夠令到習近平伸出了要做共產皇帝的野心 習近平要廢止鄧剛時代 中共權貴家族利益君尖的寡頭共和專制 也就是中共所謂的集體領導 而習近平要重建毛澤東式的終身個人獨裁的體制 這就是習近平個人的絕對獨裁 和太子黨家族利益衝突的起點 這樣這一次 習近平展開對金融系統的大整肅大清洗 就是要剝奪各個太子黨家族的經濟特權 令到中共的金融銀行系統 成為習近平個人絕對獨裁的經濟支撐點 這樣也意味著 習近平和各大太子黨家族之間的矛盾的一次總體爆發 太子黨是阿金為止中共專制統治的核心能量 這樣現在在習近平的獨裁野心和太子黨家族分享中共專制權利 紅利的要求 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和正面對撞 習近平由此陷入了這種附帶抽身式的政治危機 袁紅兵進一步透露 北京半場近期已與網易中央的一個主要話題 就是說習近平要將共產黨推入墳墓 他親自領導經濟 經濟就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斷崖式下滑 他親自領導防疫 結果三年防疫 勞民相財 民怨頂廢 他親自領導外交 結果外交到處樹敵 四年坐歌 他親自領導對台工作 結果台灣的民心民意日漸厭護大陸 統一台灣已經沒有任何市場 他親自領導的反腐敗 結果是越反越負 他的習家軍則成為了當前腐敗的重災區 這就是習近平所做的幾乎是每一件事 都是在毀滅中共暴政 這樣上述這些北京官場的異語 是太子黨家族在放風 太子黨勢力這樣放風 顯然是要通過已經慰言成風的這種官場異語 凝聚中共數千萬官員對習近平的同酬敵蓋之氣 為發動下一波的政治攻勢做輿論準備 太子黨在磨刀霍霍 習近平也在做最後一波的準備 據中共體制內良知人士通報 習近平再次強調對金融系統的全面整頓、清查 不單是要做到徹底的清理、不留死角 而且縮貪的成績要集中反映到收繳的裝款、裝物的數量上 該收繳的每一分錢都要上加國庫 顯然異見 習近平正是通過對金融銀行系統的整縮 為發動台海戰爭籌集軍費 在經濟無力回天、政治上 與太子黨反目成仇的這種困境當中 發動台海戰爭成為習近平 拯救他獨裁權力的唯一選擇 這亦在這次習近平整肅中共暴政的金融銀行系統這個現象背後 所隱藏的重大的政治內涵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請你記得點贊、訂閱、留言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 多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